美麗的藝術 現在我們將色彩紛紛的幼鍊連結 最後一個步驟很簡單 選擇自己喜歡的小豬 這樣會這樣振下去 它會很美 應該是想買的 買這些珠仔有時候 我們要留意一定要快點有洞 你才可以 入一個圈圈 都是用的圈圈 我這次因為是聖誕品 買一些好像很豪華的 滾滾的 還有很多其他選擇 是 這些圈圈 你自己選擇 心水圈什麼都有 可以自己選擇 什麼形狀都可以 最重要是這個洞 其實這個我也很喜歡 我們現在就自己選擇 好 一條鏈大約 四至五個左右 因為太多人會變得太累積 好 而且在心水圈買這些的時候 如果有時間 通常會用心 逐一顆自己選擇 因為 始終這顆不是水晶 它很像房水晶 但其實它也是樹枝膠 很多時候 很多人碰過就會有些好花 如果你買了花 太花了 你不適合用 又會很擔心 所以我每次都會 自己查清楚 買一顆 會有些崩花 所以如果你不願意一斬 拿上手 其實很多人都會用不到 對 我們剛才都選了這些石 每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下一步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現在就要把圈圈 把它扣住在這條鏈那裡 是 又是怎樣 就是你要看不同圈 用不同珠珠的大小 因為 譬如這個洞 夠這麼大 可以用它粗一點 譬如你用這個 幼的 這麼幼的話 它的圈也不夠大 也圈不住上面這個部分 對 我們可能在年的時候 第一次就多買幾隻不同尺寸的圈 回去慢慢研究一下 對 因為這些圈一包 其實也只有百元左右 也不太貴 但也有很多個圈 對 我先放這些 嗯 我們把圈圈圈放在這條鏈 扣 這樣 這樣就不是扣在這條繩 對 因為這些珠珠 有一定重量 如果再扣 扣那麼多 我怕它會穿下去 對 這樣就儘量扣回到這條鏈 對 其實這些圈圈 你第一次用 可能會覺得 很大的部分 不是有點難 練多幾次 其實也是很容易 而且很方便 對 對 很方便 對 這樣就要我第一顆了 對 那我們現在大家都做 終於完成了這條鏈 我們很驚慎 對 好像很簡單 但原來圈圈都做了很久 對 你們有沒有興趣得到這條作品 對 其實大家只需要回答一條很簡單的問題 然後 搭中 又被我們抽中了的朋友 就可以得到 Connie 親手做的這條鏈 這個問題 Connie 才不問出 就是 今次這條鏈 這個主角 這些黑色的 蘇蘇的名字 四個字的名字 是要做什麼呢 剛才我一邊做的時候 在那邊說 很多次 你們寫個E-My address 寫個答案來 寫個答案來 嗯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抽到這條鏈 這樣 不如大家現在戴上去看這條鏈 其實已經很想戴了 那我們就繼續了 接下來會再教大家做一條手鏈 這條手鏈真的會更簡單 對 這是比較Vintage的路線 我們現在就 頭一邊再看 頭一邊再看 大家記住 有時候就試試做這條鏈 拜拜 拜拜